当然我们可以有时间去大自然里面 我们除了鞋在草地行走下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这么繁忙的时候 其实现在市面上已经是有一些接地器的产品 在我们的健康店 这里有很多的客人买了回去家里 每一天都可以接受到这个接地器的治疗 接地器的产品可以在我们陆创意的健康店 可以买到的了 电话是28824848 欢迎收听原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 我是Della 今天为继续和袁大明自然疗法医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医疗资讯 和最新的发现 让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乐的人生 Hello 袁医生 你好 Hello Della 好 大家好 今天我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新闻 令人挺不开心的 除了现在这个新冠病毒之后 看到就是说在上个星期三 有一位妈妈抱着的BB 在何明田的住所那里是堕楼身亡的 这个很明显又是另一宗的产后抑鬱症 那个事件重演了 令到很多人又再将这个病症这个题目 或者这个时事又勾起来 因为早前的时候很多时候都会发生到 有这些产后抑鬱症的案件 在调查上报纸上说 大约产后的妇女有10-15%的人 会患上这个产后抑鬱症 其实这样看来都是相当普遍的 不是很罕有的一些问题 但只不过很多时候一般的市民 或者产妇或者他的家人 身边人对这方面都不太认识到 什么叫产后抑鬱症 那些病征会是怎么样呢 留意不到所以就造成这些冰衣剧 因为很多时候那些人就会自我解释 可能刚刚他们生完BB之后 没接受到或者压力太大 有些不开心过几天就会痊愈 但其实产后抑鬱症那些高危的因素 他也说了又出来的 譬如就是说 产妇在未预备好之前的情况之下怀孕 或者是未婚怀孕 或者怀孕期间都遇到一些不幸的事情 或者好像家里有人过世这些事情 两夫妇的关系不好 怀孕期间的时候也都令到 他觉得那个关系也都不好的时候 也都会产生这个产后抑鬱症的因素 或者BB出生的时候 有一些健康的问题 当然这个也都会令到 妈妈很担心 也都家庭经济出现了压力 因为现在经常都是说了 一臭大一个BB要多少百万 所以在这些种种的高危的因素之下 就很容易令到 产妇出现了这个问题 当然在西医那方面来说 就是说 及早去诊断、用药 这样就可以避过了一些悲剧的发生 但是很多时候 为什么会还有一个悲剧发生呢 除了一些人不察觉之后 其实相信现在来说 也都很多人知道 用那些西药的风险的负重很大 想问一下袁先生 在自然医疗或者你的临床经验 同理疗法里面 是不是有些更加的方法 可以帮到这些妈妈 去避免了这些产胃和抑鬱症的危害呢 你要看那个数据 其实产后抑鬱症 是会影响10-15%的产妇 就是说都不是少的 但当然了 如果是严重到要去自杀 都可能不是最大多数的 但始终在这个时段 其实那个妈妈的健康状态 精神状态很重要 是啊 因为她有很多要照顾的小朋友 要照顾BB 好了 既然这么多这些情况出现 很多人为什么都没有好好的去处理呢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 大家都知道了 如果你用食用药的方法处理 始终药一定有副作用的 很多妈妈现在都很想自己母乳 为小朋友 不想那些受西药的药物的影响 所以在这方面的问题 其实很多人都是尋求一些更好的方法 在我们大概2017年左右 我们曾经介绍过 讲述过一系列 有关在怀孕期间 会出现那些健康上的问题 如何用自然医疗和同学疗法去处理 很明显的 如果我们能够在怀孕时出现问题 及早处理它 应该是会减低那个产后抑郁 那个问题的封建的 还有刚才你所聚述 有很多环境的因素 会增加这方面的问题 当然我们经常都很强调 是预防性于治疗的 其实最简单的预防的方法 就是令自己在一个怀孕的阶段 是能够健康地怀孕 毫无问题之下 是生这个小朋友的 那怎么做得呢? 其实很简单 始终健康的身体 都是从食物那里开始的 如果我们能够是用一些 好的营养的补充剂 就是整肚的营养补充低 是强化身体 令到怀孕的过程是很愉快 那个 那个 那个妈妈都觉得身体 会更加舒服的过程 通常是这样的 有种说法是 如果个人的身体健康的话 在怀孕期间 他会更加觉得好的 健康会更加好的 如果身体平时比较弱 潜坐比较弱 很多时候在怀孕的压力之下 他就会出现很多健康问题 所以很多最好 都是在怀孕之前 搞好身体 所以你怀孕的过程就会很顺利 如果万一不痕 遇到这样的情况之下 那我们有什么方法呢 就是安全得泥 是又有效又快捷的呢 很幸好 除了营养的治疗 当然在这个阶段 我们都会借助同类疗法 在我们同类疗法的资料库里面 我们有记录了大概有19个同类疗剂 过去是成功处理过这类问题的 那我现在就简单点 和大家介绍 几种主要用 主要用的疗剂 可能有百分之七十个机会 这几种疗剂已经足够处理得到的了 第一个疗剂我们叫做黄金 Orum Orum Metallicum 大家在我们的电台听众 可能有机会都听过 这个黄金主要是处理一些很严重的抑郁 抑郁到想自杀 尤其是想跳楼 这种冲动 往往是一个黄金的疗剂 应用的地方 除了黄金之外 记住黄金是一个很深层的抑郁 抑郁到它是想自杀的 第二个疗剂就是Nature Muriaticum 即是炎 炎型的人 炎型的人都有几个特征 他们通常 妈妈通常比较瘦瘦 尤其是颈部是比较瘦的 不会说很肥胀 平时性格都是很保守很沉默 不是那么容易表露自己情绪的人 很多时候将情绪 终于收到自己的地方 不会抱怨 还有炎型的人很有趣 是喜欢吃咸的东西 特别是吃东西 喜欢吃浓味的东西 如果看到炎型的人 他比较上是保守含蓄 即是说他有问题 他不会告诉你 你自己要敏感一点 动策得到 到底他是在发生什么事 他是不是抑郁了 如果遇到这种型的人 大家就可以用这个尿剂 这些尿剂是很安全的 通常如果尿剂配得好 基本上一天到两三天 就立即会改善 这是第二种常用的尿剂 第三个尿剂 所以我跟大家介绍就是蜜如汁 蜜如汁的人都比较瘦瘦瘦 没有什么身材 平胸 通常在荷尔蒙的困扰之下 蜜如汁的人是觉得自己是没有什么激情 没有什么爱意 尤其是对自己的BB 可能会觉得很憎恨这个BB 甚至乎想弄死他 蜜如汁就是一种厌倦 他的感觉上已经很累了很厌倦 而且身体的部位 譬如腹腔、盆腔的部份 经常是一种下聚的感觉 蜜如汁的人 他的食物方面 比较喜欢吃酸的东西 就不像炎型的人 喜欢吃咸的东西 经常是一种下聚感 没什么兴趣对丈夫 对家人 失去那种激情 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 大家可以使用蜜如汁 另外再介绍的是 Pulsatelar白头翁 Pulsatelar白头翁的症状很有趣 这种症状的病人 通常的情绪表达很多 而且很容易哭 经常流泪 蜜如汁和炎炎不同的人 白头翁是喜欢人安慰他的 喜欢人陪伴他的 可能经常要求家人 或者他的先生 是经常陪伴他的 他很容易哭泪的 这种情况 这是白头翁 除了这几种 当然我有其他的疗剂 但比较常用 我觉得都是这几种 比较常用 过去遇到这些情况之下 都是这几种 当然万一有这些症状 这四种症状都不适合 其实都有其他的疗剂 所以当大家遇到这些 产后抑郁症 其实不用担心 不用灰心 其实在同学疗法 有很多好的工具 根据这个报道来说 身边的人 好像刚才医生介绍 几种療剂 例如炎型的療剂 那些产妇 他因为太保守 他未必会告诉你 所以很着重于 身边的人 会不会是可以发现得到 有些什么的病症 或者蛛丝马迹 从而了解多些 去开解多些 可能会避免了 或者可以及早医治 有时候你都可以看到 一般所谓抑郁症的症状 例如 这个人缺乏动力 什么都不想做 也提不起敬照顾小朋友 提不起敬照顾小朋友 是蜜如湿的症状 所以有些时候 你可以想得到 例如有些人会觉得 有些思觉失调 严重一些 或者无端端觉得自己的 婴儿有些畸形 养不大 这些都是一个症状 这些时候 就是过分的忧屈 不用那个妈妈 告诉你我抑郁 有时你会看到 他似乎有这些问题 例如蜜如湿的人 会常常常会饒饿 很多时候会吁喊 和白头翁的人 会常常会哭 很流泪 可以看到这些都是一种 产后抑郁症的症状 遇到这些情况之后 是及早可以採用安全有效快捷的同理疗法 去處理這個問題 如果真的需要服用到同理疗法的時候 就算是媽媽在做暴雨、餵餵雨 都不會影響到那個嬰兒 是最安全的一個方法 當然最好最好的就是 在懷孕期間的時候 完全是一個很健康、很愉快 很整存性的情況之下 去懷孕、有個嬰兒 過程中用一個天然的方法去生產 那時候就很少出現了 產胃抑後積鬱症這個問題 如果大家將為人父人母的聽眾 可以在我們的網站Source Radio 大約2017年的時候搜集 我們一連串有幾集說過 在懷孕期間 怎樣可以令身體健康呢 通常一般人都是這樣說 除了剛才說過有些特別的因素 可能未婚懷孕 或者是一個不是預備好之下的懷孕 一般人來說 在懷孕期間 都應該是愉快的 壓力當然會有些的 但是一般的心情都是愉快的 如果再加上一個正確的方法 去處理所有健康的問題 不是用西藥什麼都禁止 就不應該會出現了 產口抑鬱症 真的有的時候 亦都有一些 更安全 更有效的方法 可以很及早地去處理 希望 我們聽眾可以聽到這個消息之後 所有的問題都可以及早治療 不要等到一些不可收拾的情況之下 才去處理 今天我們很感謝袁醫生 跟我們分享了這些知識 如果各位有些急切性的問題 可以打以下這個電話 跟袁醫生做一個會診 電話號碼是25773798 如果關於產品上 或者剛才提及的療劑 可以打電話到我們的 陸創意健康店 28824848 可以查詢 而在海外的聽眾 亦可以透過Skype 和袁醫生做一個網上的會診 可以E-mail到 cs.naturalhealing.com.hk 如果想重溫我們的節目 可以上我們的網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搜尋自然療法語力 就可以聽回我們的節目 今天麻煩你袁醫生 拜拜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是的 告辯 我覺得 �장曼 自己 facilitate 照顧